法國人吃飯 一次都要吃兩三個小時 然後東西又貴又小 吃完之後就覺得很空虛 然後又不飽 然後這樣子 不是一個很笨的行為嗎 聽說在法國買雞蛋的時候 還要對那隻雞生家調查 看雞媽媽是住在籠子裡 還是籠子外 他們的路人很愛闖紅燈 然後如果被撞了 還會整個罵那個車主 法國人一個禮拜有期 五天都在罷工 然後罷工就在路邊喝酒 然後狂歡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之前去法國玩的時候 他那時候坐公車坐到一半 然後公車其實看到有人在罷工 他進來也加入他們 現在怎樣那台車到現在誰要開 常常喜歡吃水果 然後都用水果做一些很多 各種料理 可是我覺得 他們好像常常不會先洗 然後再使用 我覺得這也不太為神 不會先洗水果再使用 是不是因為你們不用農藥 應該有農藥 但是應該是在 就是闖動市場買東西 因為可能會有一些土 這不乾淨 一定會洗 可是有時候 比方說你去賈樂夫 然後那個實在都看起來 就是很乾淨很漂亮 如果是實在還是會洗 可是有些水果 像你要吃一個蘋果 那你會拿洗 就是用一個尾聲 就是洗一點點就吃 就是 所以 我不是說就是 法國人不會用農藥 我們也是有時候 不會想洗那個水果 就懶得洗 如果你賣那個沙拉 在那個薯膠袋裡面 那有時候已經有洗 已經洗好 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 真的可以馬上用 馬上吃 可是如果你用一箱 沒有那個薯膠袋 那這個應該要洗 然後就是你們蘋果都這樣 拿蘋果這樣子 就是還沒洗過都這樣子 對啊 對 以前我們經過 我們學校旁邊不是有那種果園 是 然後那種法國園 他們都是直接這樣偷人家果子 然後擦一擦就吃了耶 對 我們這個應該是懷習慣 因為可能之前 因為法國是農業的國家 是 農場國家 所以其實之前是我們的 可能的蔬菜水果比較 比較新鮮 比較比較健康 可是現在越來越多的農藥 所以應該這個懷習慣要 要改變的 我之前跟女朋友也是挑戰 因為有時候 比方說我會買一些藍莓 或是一些草莓什麼 然後就是會把它開盒子 然後就自己吃 可是大家會都是說 一定要洗 一定要洗 對啊 可是我們會 對 這個是還是要改變 所以我們這件事就是 有時候你去公園 然後發現有時候一個 一個 蜜蜜 或是一個在地上 那我們會拿回來吃 你要想 如果他 就是 丟的是 丟 然後這最好的時間 成熟石才會掉下來 對 所以你要當然 蜜桃成熟石 才會掉下來 所以 所以 怎麼會 怎麼啦 對 所以要看 還是要看 有沒有可能 狗狗的 鳥鳥什麼 但是 還是洗是比較好 對啦 還有呢 法國人還會做什麼 很奇怪是嗎 我大概兩年以前會發國的時候 就是夏天 然後就是就約很多大學的朋友 一起出去 然後那時候就去一些酒吧 開始喝酒 然後大家應該有喝過那個 那個 對 那喝茶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會放鹽巴 對 吃鹽巴 喝茶 然後喝那個檸檬 對 所以大家 他們都在頂茶 然後說 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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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啊 他說好 那你要不要醃吧 用鼻子 用鼻子 快流鼻血吧 喝鐵拉 然後要放一個檸檬 眼睛裡面 放在眼睛裡面 滴 這很不舒服耶 眼睛 這什麼啊 然後他們會問得很開心 我有看過那個法國人 把藍姆酒 也是把一瓶藍姆酒 就是放在眼睛 就是一個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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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喝法叫做 那個喝法叫做 不是那個 就是我就是站上看到 然後就是很多年輕人都會去玩 然後就是會說 哈哈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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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然後 然後他就 那你有試過嗎 沒有 因為 我只先在打眼睛眼睛 對 很酸耶 而且 用這樣吸 對 鼻子的那個鼻膜會破掉 他們的鼻子比較適合 因為法國人鼻子很大 所以那個 用那個鼻子 都會比較穩 真的啦 就是 我們聽過倉姆是講自由道理的 可是好像是 好像是 澳洲的發明 可是我們法國人這麼笨 到法國就飛到台灣 你們發明了 要怪的東西 不要 不要講 那是真的 真的 什麼奇怪啊 對啊 怎麼會這樣 所以澳洲人好像也蠻瘋的 澳洲人很瘋 我自己最受不了的 是 就是 狗大變滿地 都不見 我覺得這個 不行 我每次會法國 我一定會跟很多人吵架 我不知道為什麼 法國人沒有這個習慣 而且現在 應該年輕人 還可以慢慢再學習 所以比較老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很天然 很自然 為什麼要 反正它就會 成歸成土 對啦 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 每一個城市 你去法國 每一個城市都會有 滿地都是大便 而且現在其實 其實景色會在灌 會在看 如果看到的話 就是好像是 800塊 台幣 台幣 對 然後現在很多公園都會放一些 就是 那個袋子 可是很多人會在 拖這些東西 對 但是在法國也要小心 不是很多 遊客 去巴黎一定要去那個 巴黎鐵桃 對 然後就是有那個草地 大家都會夜餐啊 拍照很漂亮 浪漫 對 有一個朋友 他就去那邊來跟一些朋友 然後穿一個很漂亮的白 的服裝 嗯 有夜餐 在草地 在大便上 嗯 因為真的 就是在法國 意大利 就是 就會 亂過過亂大便 然後不會 清理 所以真的要小心 如果帶小朋友 或者要去 野餐的話 對 要注意一下 不要再滑手機了 我覺得法國 法國人不喜歡美國人啊 不是啊 是真的不喜歡啊 而且法國人很不喜歡亞洲人啊 不是 法國人喜歡哪裡的人 自己人 對 所有的人啊 所有 但是有很多的台灣人跟我說 啊 你是法國人 我覺得法國人很冷淡 是啊 是很冷淡 你去法國 法國 很冷淡的 你們去哪裡啊 法國啊 哪裡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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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就是所有法國人都很冷漠 因為你們去巴黎啊 巴黎有很多遊客 他們去餐廳還是酒吧 真的沒有禮貌 所以可能是那個福神 很 很累啊 對 跟你們不太好 可是如果你們去法國南部 我跟你講 他們 人真的很熱心 熱心 對 很熱心 所以你現在的意思是像 夢多叫我們不要去東京去九州的意思是一樣的 你們去我的身世 法國南部真的比較好 對 真的 所以他的意思是我們去錯地方了啦 不是啊 所以我覺得我去過法國其他的地方 就是巴黎以外 巴黎當然是最冷漠 但是法國以外 對 巴黎以外的地方 也都還滿冷漠的 其實真的是 對亞洲人 更冷漠 就我相信就是你 你可能是少數的那個比較 比較熱情的人 會不會你在你國家是算熱情的 我們是 最熱情 而且我們去 大國的時候 你不管跟他點什麼或幹嘛 他都是動作很慢慢吞吞的啊 然後你要買什麼 只要過時間 他就關門就是關門 他也不會幫你開門 有很多人知道 法國人不喜歡工作 對 然後如果你要去一個餐廳 你要先訂閱 如果你要去一個餐廳 你要訂閱嗎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不是不喜歡工作 誰不喜歡 就是不一樣 比較好聽的 在法國 我們覺得衣服 都是在台灣做的 比方說 我們在法國有很多衣服 都有表現商 Made in Taiwan Made in Taiwan 但是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要買衣服啊 都是從日本還是從韓國 對 所以我不懂 那法比歐有嗎 你有拍廣告嗎 你有拍廣告嗎 有很多 你的可不可以播一個小時好不好 對啊 前面剛剛都講掉了 來... 前面沒有意義 我們來看一下法比歐的那個廣告 好帥喔 那椅子感覺很好坐耶 所以這是賣椅子的 等一下請問一下 小禎你覺得剛剛那一張是拍什麼廣告 我覺得那個繩子 很大捆 剛剛那個照片 很大捆 我會做夢耶 很大捆 內褲的廣告 女生內褲 女生內褲 對 就是廣告跟張俊麟 張俊麟 對,張俊麟 所以你覺得在台灣 你拍廣告的機會滿大的對不對 比方說我來台灣三年多 我來台灣的時候沒有很多外國人模特 現在有很多 然後有越來越多外國人模特的公司 好帥喔 有我分之一強Design部門 強力研發首次小聊天與六對歌 好帥喔 好帥喔 由設計總監安卓領軍 以先進的設計和技術 無數次的乾瓶噴射 不要看我 我看這個學生厚度 超帥 低於1英寸的超時尚 和超鮮薄精美筆電 保證在超高溫、超低溫 以及老婆超價40歲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我要一台 好帥喔 好帥喔 會用的商品耶 請問三位特別的來賓 為什麼這樣 Andre拍的廣告 你會去買 會去買那台筆電的請舉手 剛剛真的沒有發現 如果發比歐廣告的那一支廣告 你會去買那台筆電的請舉手 會耶 而且感覺他們兩個的商品 是不一樣的東西 對 其實看不出來 Andre在演設計師的那件事 他就是演一個主頭在簽證 一直在看的時候 為什麼一直輸球 怎麼會這樣呢 小亮哥 你們知道 在法國 如果拍錄影 建設還是drama 一定要黑人 真的 有一個規則 因為他們要代表 你知道法國的社會 現在法國有很多黑人 他們知道 如果 為什麼你拍錄影 你拍電視沒有黑人 這是不公平 真的喔 對 然後是against racism 對啊 所以一定要黑人 對啊 比如說有些特殊的產品 這樣子啦 然後 然後 而且我聽過 在South Africa 比方說 Rugby 中文是 Rugby Rugby 英式橄欖球 Rugby 一定要一般的 玩家都學黑人 一定要這個 所以你現在意思是說 安卓適合去法國發展就對了 什麼 你要我去法國 打波特嗎 對啊 對啊 當然可以 在法國的老人 也有這個習慣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都會去我就是 爺爺奶奶的家 然後可能 拿一個茶杯啊什麼 然後會說 這個不行 不行 因為他們杯子有時候會泡假牙 是這個原因你 後來也會泡假牙水 可是真的有一些就是 因為那個裝飾 比較適合聖誕街 所以大家會放那個 鬼這裡面 然後是聖誕街的 然後對有一些是比較很貴的 那如果有 好朋友來 他們會特別為了下午茶 對 可是我們家人要用另外一種 他有每一個不同 節慶不同場合的啦 那除了剛才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杯子 光是一個杯子大家討論成這樣 台灣人其實好像都沒有在分什麼杯 沒有啊 所以請看老外跟我們台灣人 就不一樣 對 比方說一些客人要來 對 太放鬆 對 對 對 除了這個我覺得 像我們法國人 出門的時候一定要 噴香水 噴香水 這是一個基本的禮貌 可是好像在台灣 男生 覺得如果自己不錯 那就好可以出門 有聽一個說法 不知道是不是對 但比歐不是這樣 就是說可能 比歐法國他們可能有的時候 不是每天洗澡 沒錯 所以他就是噴香水 沒錯 法國人跟義大利人的差別是 他們不洗澡而噴香水 我們洗完澡之後才噴香水 對 而且沒有 這個沒有 法國你知道我愛你 但是這個是事實 而且在台灣 為什麼不能噴香水嗎 因為這個 這麼熱 很臭 噴香水會更臭 都會跟你的汗味結合成這樣 很奇怪 比法國人還臭 對 你法國算很乾你知道嗎 對 很乾 是啦 所以你確定是不洗澡噴的嗎 沒有 他當然很洗澡 一開始為什麼就是法國 為什麼我們又做香水 因為你不洗澡 一百多年你見啊 都不洗澡 很多人就是沒有 就是廁所以後 就是要噴香水 沒錯 後來就是當然我們法國人會洗澡 但是是一種禮貌 然後男生或是女生 喜歡吻別人的香水 但是如果一個女生或是男生 又一個很辣的香水 你覺得 很辣 你是塗辣椒油嗎 沒有 沒有 因為香味有些比較中 味道比較中 你是不是會喜歡 講到這個衣服穿著 我覺得最得體 上次比歐有分享過啦 就是在島嶼國家這樣 可是在法國是不是 每一個人都會嘛對不對 就是什麼樣的場合 就穿什麼樣的衣服 對 像比方說 我上次穿在一個台灣朋友的婚禮 然後我已經遲到了 我進去的時候 我就是穿西裝 然後臨街 大家都在看我 然後他們都以為我是新郎 對 太正式了 他是Juju 對耶 不準啦 然後我坐在那個 我坐在旁邊 沒有人說 不好意思 新郎要坐在哪邊 然後我說不好意思 我不是新郎 我只是他的朋友而已 可是你為什麼要穿這麼 這麼 正式 這麼正式的 我說因為這是禮貌啊 對啊 這是婚禮 這是他們最美的一天 所以要很尊重那個這兩個人 然後比方說如果你在外面買東西 帶回家 我們不可能在那個便當的盒子裡面吃飯 一定要把東西放一個盤子 或是把一個飲料放一個杯子 那就先跟女朋友吵架 那飲料你會放在哪一個杯子呢 看是哪一種飲料 對啊 外面買的飲料 是茶嗎 或是果汁 這不一樣啦 對 很懂得生活啊 然後女朋友說 晚上去買鹹酥雞對不對 那女朋友會在那個袋子裡面吃 不是 吃本人啦 為什麼 然後她會罵我 因為我要把東西放一個盤子裡面 還要洗麻煩耶 你剛剛在多洗一個盤子 對啊 就是 不是 不要再理那些沒有情調的壞女人了 我們去她家 我們去連那個素片 她也會把它拿出來在一個盤子裡面 就是一種禮貌 然後就是要 因為我們台灣人講說 就在袋子裡吃完丟掉不用再洗盤子嘛 不然我們幹嘛要買便當嘛 便當就吃了就丟了嘛 但是有時候真的放在盤子裡面 感覺比較好吃 是啦 然後呢 如果我跟一個台灣人一起吃飯 打電話 他會擠 不然呢 不行啊 電話來的本來就要接 吃飯的時間不要擠電話 不能接嗎 不接電話 如果我回去發國跟我 那如果你點的外送一直在外面 你不接電話 還沒來 我會發國的時候 如果我跟家人一起吃飯 我不能帶手機在手上 或是在國內 我不會 因為這最重禮貌 你不要用手機啊 你要講話 也要跟這個家人一起分享這個 這個很重要的時間 那我想請問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棚內 有時候真的時間比較有膽嘛 對啊 那有時候我們吃飯的時候 工作人員就會站在旁邊 就是順便嘛 對不對 你們可以接受這樣嗎 也只好接受嘛 對不對 沒有辦法 如果大家接受 我們也需要這份工作了 可是你們會覺得 這是很不禮貌 滿不禮貌 因為我們覺得我需要一個 另外一個時間 我覺得我們吃飯也需要 另外一個時間 就是我們自己的時間 其實你一直在另外一個空間 另外一個世界啦 了解 所以這就是外國人 他們桌上的禮貌嘛 是 對 請問出國有什麼 哪一些中文不要亂講 要特別的小心呢 你要提醒我們呢 中文也不能講 謝謝 為什麼 因為 因為 我剛到台灣的時候 我也習慣說一些簡單的 中文的用語 台灣喜歡說 謝謝啦 謝謝 對 那我回來回法國的時候 我的朋友或是家人 送我東西的時候 我會習慣說 謝謝 可是他妹妹會覺得我很奇怪 為什麼我說到東西 就很不開心 因為 在法國是打邊 打邊 然後 然後我們會用 真的假的 是 很不爽的意思 可是是麻髒話的 所以 有點像 中文 英文是 對 一樣的 所以我們去那邊說謝謝也是 所以要小心比如說 可能你們是跟台灣朋友出國 去法國 你們在排隊 然後 謝啦 他們可能 你們在抱怨 麻髒話 對 他們覺得我們在抱怨 應該不會覺得很新奇吧 因為整條法國人都在抱怨啊 也是 合理的 好 法國的是 開同志的玩笑 對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 很多國家會習慣 笑男生 很娘 就是很不悶啊 沒有淡淡 也是 法國人也是之前有很多字 很多麻髒話都會說 就是 對男生沒有淡淡 也是代表一個同情人 但是現在法國非常尊重 同情人這件事情 所以 不能就是 開 就是亂開玩笑 一個男生 就是 所以你不能說 對 或者英文會說 這些事情 比如說 上個禮拜 有一個足球比賽 然後那個中場的時候 休息的時候 那個平球 就 秋平 秋平 在 跟 旁邊的人在聊天 平常這一段沒有載路 但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就是 放出來 放出來 然後他跟旁邊說 他這一對啊 就是 他軟軟體足球啊 就是 這個是沒有淡淡的人 喔 就後來發行文 大行文 然後這個人 被電視台 FIRE FIRE 可是沒有淡淡不是意思是說 You have no guts 但是 對 但是 再發過這個字 沒有淡淡 我們會用一個 代表同性年的 馬桑花 我絕對台灣人不會開車 交通很不好 可是還是我覺得 他們 看我有遺检 看醫生 看我有遺检 你只遺检就有帶耳機 你只遺检就有帶耳機 我也認識 你還有遺检 有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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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EQ好跌耶 好跌回去啦 法國人也不會按耳機 不知道那法國人會髒話 如果你開得太慢 他會就是 直接罵 真的罵你 或是在旁邊開窗戶是 就 真的 會這樣子嗎 會啊 如果同樣的狀況在法國早就已經打起來了 對不對 第二名 會是誰呢 有這麼高嗎 法國 法國人是真的還OK 可是法國人很慢啊 他是不是因為太慢了 我們看一下VCR 法國女生感覺都很優雅 然後 連帶小孩的時候也是 就是小孩一直哭鬧 可是他們都很心平氣和 然後再跟小孩溝通 我覺得滿厲害的 看這節目之後 我就覺得法比歐的EQ很高 就是他每次講什麼 可能會惱露他的話 他都笑笑的帶過 就是很少看他發脾氣 因為我從第一集看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法國EQ最高 因為他們就是還滿顧形象 外表形象 所以他就算生氣 他也不會像其他國家就是 有弄其他太大的肢體語言 你看像法比歐的話 他就也不太會神奇 別人怎麼弄他的話就還好 因為我最近在 就是網路上看到有一個報導 就是法國年輕人 三不五十就到街 就是街頭上面 然後去放火燒車子 是怎樣壓力太大是不是 講真的 我真的覺得法國人啊 除了法比歐是大家 因為看節目上這樣嘛 對 可是其實你到法國 我覺得法國很沒耐性耶 超級沒耐性 然後又很愛罷工 我覺得法國人很喜歡 抱怨 抱怨 抱怨罷工也是啊 不管是你在派對有太多人 或是你吃東西那個東西不好吃 天氣有下雨 法國人很喜歡保怨 但是我覺得其實我們的EQ沒有那麼高 還是說只有在巴黎住都市的人 還是說整個法國都是 還是說真的脾氣很好 還是因為在法國南法也有很多 從義大利或是西班牙的移民 所以其實南法是比較 南法是比較 比較容易的是大禍 所以如果開始敲架 就馬上會敲架 對 法國人如果去餐廳 那一道菜不好吃 那如果是真的那個醬 你可能不適合什麼解膜醬 那個... 不管他們準備的那個料理的醬 但是如果你知道 他有什麼的我們會... 就直接說 對 南法人會分別的是西部跟東部 對 那南法人就是 那南法人就是 小林哥麻煩再說一次 你要吃拔辣是不是 對 南法人就是我家鄉那邊 這個意思就是... 懶惰 懶惰 對 南法人就是騙子 那南法人也是我家鄉那邊 如果... 你是愛情的騙子 我也願意... 他都看不下去啦 對啦 都倒了 對啊 為什麼懶惰 因為... 土路森那邊西南部就是... 每天都是曬太陽 然後大家都喜歡就是休息的時候去喝咖啡 吃東西 下班一起... 就是跟朋友一起出去 所以就是對巴黎人來說 我們是懶惰的人 哦 那為什麼 東南部馬西亞普羅范 就是騙子的人 因為他們那邊有一個習慣 就是他們每一次講故事的時候 會做得更誇張 那抓魚的時候他們會說 哇 我上個禮拜去抓魚的時候 好大好大好大 就是這很小的 啊 對 誇事 原意是什麼啊 每一次都誇事 對 那巴黎人呢 我們回家他們呢 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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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別人 這個是對巴黎人的 法國地圖的看法 那巴黎都是 家裡對不對 對 那大家會說的是 大部分全法國人都是 農夫人 好大喔 太大了吧 對 然後大家會覺得我剛剛說的是 我們是蘭鐸 然後那邊是騙子 對 然後這裡是恐怖分子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裡有一個小個地方 叫Pay Basque 他們想要獨立 所以每次會就是 保驗啊 然後會就是 想獨立 我以為想說他們想要獨立 獨立 就是這裡都是海邊 海邊 他就是愛喝酒的人 為什麼 其實雖然就是封建還蠻漂亮 什麼都沒有 對 所以喜歡 一直喝酒 對 抑鬱 很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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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那邊就是 逃進德國 喔 太憂鬱了 太憂鬱了 應該要憂鬱了 好合理喔 然後下面都是 比較熊的人 沒有錢的人 對 那法國都沒有一個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那邊的家庭每次都是有五個六個小孩 有錢的 大的家庭 那這個對南法的人 從這裡開始都是北部 都是笨蛋 然後 巴黎人都是笨蛋 因為那邊最近 哈哈哈哈 太好笑 因為那邊最近很驕傲 覺得這是那邊的口音是最好聽的 最有品味什麼的 其實不是 那這裡北部 其實不是 對啊 太遠了 所以我們就是 太遠 太遠了 我們不會這樣這一點 煩到你們不想理他 太遠了 對 然後對 比如說 普洛瓦斯 馬賽爾的人 很煩 就是很煩的人 因為他們每次講話都太誇張 然後 他們的鬼 就是我釣了這麼大的魚 就是來這邊 對 所以他釣的是沙丁魚 哦 然後出了這個 就是這裡是下雨 反正我們 南部的人 不會當北部的事情 那邊還有什麼 有什麼 有機人 有錢人 有錢人 Bordeaux啊 哦 Bordeaux啦 當然 就是 很多葡萄場 對 或者是比較有錢的人 都住在那 都住在那邊 OK 滿漂亮的城市 法國雖然是一個 還滿小的國家 但是北部跟南部的口音 差很多 巴黎人的法文 跟南法人的法文 就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比如說一個簡單的句 我要吃麵包 如果是在巴黎 它是比較清清淡淡 比如說 Je veux manger du pain 是 哦 吃了 在南法比較溫柔 比較... 比較溫暖一點 是 Je veux manger du pain Je veux manger du pain 我要吃麵包 我要吃麵包 我要吃麵包啊 哦 對這個說法 所以這北部的人 每次會 嚇南部的人 覺得我們的 法文是不對的 國音不對的 那最北部的人 叫 那為什麼 因為他們真的 語言 的法文是很特別 我們南部的人完全聽不懂 比如說 的意思是 我是 是我 C'est moi 但是北部會說 C'est me C'est me 完全不一樣啊 C'est moi C'est me 有一點像在加拿大 你是在Québec 對 他們的法文 我們會知道很好笑 簡單的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對 法文是 Lunday 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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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講他就是 Lunday 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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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好多喔 對 我們在罵人喔 超難聽的 對 好難聽喔 你看看他好像 他給我抖肩膀耶 跨過南發 其實有很多中西班牙 或是意大利來的 所以大部分南發的人 都是其實是比較像 北德羅跟 或者 他比較在黑頭發 是黑眼睛 對 比較黑的 對 那北部的人啊 都是比較像 莎莎和我一起 因為是比較靠近北歐跟 德國 北利斯那邊 所以其實你 北部人比較帥對不對 你覺得呢 挖洞給 自己講完也害羞 對啊 比歐一講完我覺得 那那個另外一個 我們另外一個法國型男 Henry 他就是 他看起來也是像北部人 那是中部 中部的 中部 中部 第三名愛國的就是 法國 你嚇一跳 你嚇一跳 好 比游主要當務有什麼 不要再看 看一下大家怎麼說 他們就是國家有很多他們自己的牌子 然後感覺他們都 有一個法國的男生 他把家裡 全部不是法國製造的東西都換掉 連異國料理都不吃 只是法國的 法國那裡很常發生恐攻 我記得他們說 他每天當兵人數五百個人 到現在已經是一千五百個人 就是報名當兵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們愛國 自創品牌都用自己的國家的顏色 就知道他們有多愛國 確實耶 法國人好像都只用美人朋友 然後法國料理這種 他們都只愛法國的 謝謝 沒有,其實 當然法國人也很喜歡 鮮湧自己的國家的東西 對 做活動的時候或是拍廣告 他們是都會用法國的顏色 顏色 對 最近法國發現很多恐怖攻擊 所以去年的時候 對,去年總統說 大家為了愛國要把國旗放在門口 或是在窗戶外面 對 可是過了沒多久 就把全部拿掉 因為怕被別人誤會 我們再支持這個 極右派 了解 所以你們不會隨便把國旗 像某個國家一樣 穿在身上 但是我的內心力就是 法國人很愛國 所以現在我們很多法國人知道 保護法文是最基本愛國的表現 所以其實如果你們要出國去法國的話 那最好是要學基本的法文 可是在法國除了是那種打性比賽 都是不敢過的事情 因為我們會知道就是 你穿你自己 國家的名字或是國旗 是很 很不發聲 會覺得法國人就會這樣很 很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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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真的把戲人都是很愛 很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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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幫法文講說 我們一起來保護法文吧 我們 可以放棄了是不是 可以放棄了 住 住 住法國人 他保護不良 你怎麼了 他自己也不妄想 怎麼 他的命令被發現了 其實根本不是法國人 對 講說法國人只是長相而已 對啊 該保護應該多好聽啊 學什麼英文啊 對啊 好 好 看完應該被保護了八國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台灣人 他們大年紀還滿大 還是跟父母一起一起住對不對 那我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的弟弟十八歲 他沒七歲飯的時候 如果在電視上有一些男女生 就是很親密 父母會換頻道 對啊 其實在法國每個禮拜天 晚上十一點 會有一個叫情視電影 其實是十六歲以上就可以看 所以其實很多郭仲的朋友 就是他們在禮拜天 我們要看這部電影 我是覺得法國的父母比較開放 因為我覺得 法國的小孩大概十三歲 會開始交女朋友 你十三歲 好強喔 對 然後可能就是十五歲 女朋友也可以來家裡認識父母 所以其實從很小 可能就是父母會交小朋友 國二國三的時候 比如說看電視啊看電影 有時候會看到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在一起這樣 那可能 父母會換頻道說 有點不好意思 對 有點不好意思 但是你看一次兩次三次就 小朋友就知道他們在幹嘛 那你出文是幾歲 第一次K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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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九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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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女兒從明天開始不准上課了 對 這是Kiss啊 就是Kiss有 有女朋友就是沒有什麼 就一個Kiss 對 很簡單的那種Kiss 可能對法國人就是一個Kiss 比較正常的 對 那你的爸爸媽媽會跟你做 這些性教育的教導嗎 其實我的父母從來沒有跟我 好好了解這個 溝通這個東西 比較讓我 他們怕讓我尷尬 但是他們會用開玩笑的方式 比如說 我爸爸跟我說 如果你有朋友 你要戴帽子啊 然後 他跟你講要戴帽子 那你聽到的時候 你會以為真的要戴帽子 對啊 沒有 因為就是 我爸爸會 那你有問他是全照還是全照嗎 他會放一些保鮮 好 他會就是 有時候給我一些保鮮套 然後就會說 這個是帽子 對 然後我媽媽會說 如果有女朋友 你知道我現在 我不想當外婆耶 跟我媽講的一樣 就是就一直講一直講會 了解吧 對 希望不要那麼早啦 但是因為在法國 特別我在海 在靠近海邊長大 所以 我們的家人都是全裸體在家裡 真的假的 對 所以我們不會 就是覺得這個很奇怪 不好意思 你說哪個海邊 我記者好像曾經是比我講說 你法國人是可以在餐桌上 聊性的問題是不是 是可以跟 跟家人聊性 對 是比較開放的嗎 比如說晚餐的時間 在法國很重要 就是跟家人跟 父母跟小朋友一起聊天 那有時候 父母會用這個時間跟小孩聊天 然後可能看到最近 欸 兒子有很喜歡一個女生 那家 父母會很開放 所以你知道 就是男生 你會遇到一個時間 你會自己問一些問題 然後你會想要了解啊 那你可以跟我們說 對 或是他會很開放的是 介紹男生女生要怎麼樣 對 對 很多人知道 法比歐是法文名字 可是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文 是喔 對 然後是哪時候 媽媽很喜歡一個 就是有意大利人的 模特兒是不是 模特兒嗎 不是那個模特兒啦 那個應該是 最有名的模特兒吧 等一下 所以現在這是一個 意大利很有名的演員 就叫法比歐 可是後來人是一些美國朋友 他們每次大招呼說 我叫法比歐 法比歐 法比歐 對 法比歐 因為有一段時間他很紅 為什麼 我跟你看 差不多二十五年 三十年前吧 就是法比歐 我知道他 有印象 就是他 對 他好紅喔 在美國 法比歐 其實你可能留長一點 跟他有點像 對啊 現在快六十歲 可是在美國很有名 我拍很多廣告 二十五年前 好紅 美國也是 政府不會看這個名字 是好不好 可是在法國 然後對 政府會看 對 比方說我們法國有一個 很有名的赤子的牌子 Reno Reno 那他2006有 做新的赤子 叫Reno Reno 是一種赤子 他剛剛在賣的話嗎 對 然後那時候 型號 對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 的父母啊 他們的名字就是Reno 然後他們生小孩的時候 要給他們的女兒 取一個名字 Reno 可是那個名字 就是那個型號 那個赤子的名字 就是政府說不行 這樣就不行喔 真的喔 因為他們說他們會 被刺喔 真的喔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